为了带大家看世界,不慌不忙走天涯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世界上最咸的湖之一 阿萨尔湖 阿萨尔湖位于非洲小国吉布提 距离吉布提首都100多公里处是一个火山湖 这个湖位于海平面以下157米 是非洲的最低点 是世界上第三低的地方 阿萨尔湖的湖水面积有62平方公里 盐田面积为57平方公里 最深处有60米 目前可探明的固体盐储量为28.5亿吨 全世界一年的耗烟量约2.4亿吨 这个湖的盐储量可供全世界吃上10年 阿萨尔湖所处的地区围热在沙漠 降水量稀少,蒸发量非常高 但是阿萨尔湖的湖面却能长年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阿萨尔湖处于东非大列谷的低洼地带 来自红海的海水通过重力在5公里长的裂缝通道进入阿萨尔湖 每秒的流量大约为5000到8000升 因此加上这里中年高温蒸发量大 使得阿萨尔湖的盐度高达34.8% 比死海还要高 是海水盐度的10倍 没有人可以在阿萨尔湖附近待超过30分钟 因为这里实在是太热了 夏天这里的气温可高达52摄氏度 然而踩在盐田上的感觉却犹如进了一个冰雪世界 长久以来这里的人们用手工的方式采盐 并用骆驼贩卖到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等地 然而因为经济和技术的落后 阿萨尔湖这个聚宝盆一直处于沉寂的状态 2015年中国企业进入后 彻底改变了这里的面貌 在距离阿萨尔湖21公里的塔珠拉湾沿岸 中国企业帮助当地修建了吉布提盐盐码头 并建设了配套设施和一条通往盐湖的16里公里的道路 目前阿萨尔湖盐产量达到了400万到500万吨每年 使得阿萨尔湖真正成为了一个聚宝盆 阿萨尔湖还是非常值得移去的人间圣景 在古老的群山之间 一半是微波涟漪的湖水 一半是如同雪原的盐田 黑色山盐倒映湖水之中 宛热天净